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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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8点多抵达九龙湾宏天广场一间酒楼 有人点心好吃吗 夏宝龙逗留了个几钟之后离开 酒楼摆放十多张桌子 有议会人士引述夏宝龙说 区议会改革要符合爱国者治港要求 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说 夏宝龙值奸激励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落选的地区人士 形容当时是一个好的锻炼 亦都说到关外队的成立 引述夏宝龙说 很喜欢关外两个字 欣赏他们拼搏不问回报 而夏宝龙最后引用看高祖楼邦的大风格 说应该思考掃平天下之后 如何守住四方 想不到夏主任过去这几年 对香港的运筹为厄是这么接近 我想今天的讨论都是第一 听地区的声音 第二就是鼓励和激励一直在地区服务的同时 区议员都应该是政府的伙伴 即是希望将政府的政策推广出去 也都将市民实际的需要 民情民意可以准确反映给政府 考察团之后去到深水埔地区 看见中心视察了解基层医疗设施 给大家介绍一些医生 介绍一些医药机构 之后去到非政府机构轮社辅导会 核下的深水埔康陵社区服务中心 您继续坐 坐好一点 谢谢 多留大约半个小时 中心说夏宝龙分别 和八个长者移共交流 她们很亲切 又很和爱 很有风趣 我毕竟大十几年 她称我为大姐 她说我像个小姑娘 夏宝龙中午之前 去到土瓜环工联会工人俱乐部参观 会长吴秋北 和理事长黄国等迎接 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 宝龙 这样又怎么样了 母亲自记者 留言区 夏宝龙下午就到终审法院 和律政中心 又到中联办 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和全国政协委员会会面 全国桥联副主席盧文端 认为夏宝龙今次的行程 是有意亲自深入了解香港实际情况 而不是只是听取中联办会报 夏宝龙下午 第2点抵达终审法院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在门外迎接 逗留了第2个小时 时间上相对长寿的活动场 之后转到律政中心 和律师会的代表会面 大家都挺热烈去讨论一些议题 有问题也有答案 也挺开放式去讨论 当然夏主任他也表明了 今次主要来都是听多些意见 我也感觉到他非常想听我们的意见 短时期内 和港澳办交流了三次 我是感觉到中央对香港的法律界是重视的 香港的法治和普通法 是促进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 夏宝龙之后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陪同夏道中联办 多名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抵达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 全国桥联副主席盧文端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等等 据了解他们会和夏宝龙会面大约一个半钟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考察本港多个地点期间 各区都未有特别实施封路措施 而在警方布防方面主要是以便衣警员为主 军装警员就比较少 另外都未见有多部警车停泊戒备 夏宝龙未来几日会继续考察本港 消息说包括会探访多间的学校 金融、创科和文化机构等等 星期日亦都会到访立法会 和全体立法会议员交流和午餐 据悉议员需要在前一日和当日 除得快策音声结果 亦都建议在进食时间以外配例口罩和避免握手 立法会秘书署就通知传媒说 大楼星期六下午5点开始 至到星期日下午大约3点 只准议员和负责相关工作的秘书署职员进入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谦不露 政府明天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礼 据了解夏宝龙会发表说 另外政府举行放映会 邀请行会非官首成员和立法会议员 看一出的录片 放映会在政府总部举行 据了解是看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推荐 一出有关2019年反修例事件的纪录片 行会成员汤嘉华、李国璋 和多名立法会议员先后到场 据了解放映会会分两场 分别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主持 片段是令到我们感受到 亦都知道国家安全对我们香港的重要性 亦都理解到在修例风波之后一路的转变 国家安全不仅是我们国土安全 还有其他军事 我们航海、海洋安全 经过了2019年的一个大教训之后 其实大家都应该是要更加 对国家安全的意识要提高 国家安全都应该要在我们 每一个市民的心目中 都要在4月15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国家主席习近平背见访华的巴西总统劳赖 习近平说中国和巴西分别是 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 并且将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为止 习近平先后和劳拉见证两国签署 多项的合作协议 习近平较早前也为劳拉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劳拉朝早和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面 说双方都希望提升中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扩展贸易 并且和中国一起为全球地缘政治发挥平衡作用 劳拉之后到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悲献花 劳拉昨天在上海会见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说相信今次对中国国事访问将有力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城市之间特别是年轻人的交流往来 陈吉宁向劳拉一行介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说欢迎更多巴西企业到上海投资卿业 上海市也将积极鼓励企业为中巴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劳拉也到访新开发银行总部 她致辞的时候呼吁金砖国家用本币结算 认为不一定要靠美元 她又参观中国电信设备商 华为在上海的研究所 寻求加强和中方网络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 说中巴两国元首战略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规划新蓝图 将产生世界影响 王毅强调中国和巴西都坚定走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 同样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单边主义 中方愿意和巴方深化金砖国家合作 提升金砖机制影响 蒙线电视记者曾为三不道 中国和巴西可以直接用本地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有分析认为不单止加快去美元化的步伐 更有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 双方同意使用本地货币结算 取代美元作为贸易中介货币 即是中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 购买巴西货物 巴西亦都可以用自己的货币雷亚尔 入口中国产品 人民币亦都已经取代欧元 成为巴西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的进口1700亿美元 所以你想想以后不用用美元结算 直接我们用人民币买它的产品 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相信巴西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信心 所以它才会作出同意这样的条款 不少发展中国家借着开放资本帐 令到资金可以自由进出 吸引外资 不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暴露出当资金大举流走的时候 货币瞬间贬值 对自身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甚至波及鄰近国家 洪浩认为去美元化 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其中一步 长远会循序漸进地实现资本帐开放 令到资金可以有罪地自由流通 300万亿人民币的供给全部在中国境内 你试问你如何人民币国际化 所以你一定要实现资本的账户的开放 和自由的兑换 这个当然不是一速而走 而且这么多年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其实我们也看到如果是把这个金融体系 全部开放 在国际危机尤其在一个美元系统里面 在国际危机的时候你会很吃虧的 所以首先将美元的重心移开 第二将人民币的资本账户打开 然后再实现匯率的自由兑换等等 他预期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可能要用上10年20年的时间 又相信转向自由兑换初期 会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避免受到短期国外资本波动的影响 美国机密文件外洩 联邦调查局挖着一名空军国民警卫队士兵 回来新闻时间 市民星期日起 可以拿新一轮首期三千元电子消费券 当日亦是公共交通津贴的领取日 政府说用八达通未必可以一次过全数拿消费券 新一轮电子消费券 大约640万市民符合资格领取 第一期三千元星期日起发放 剩下二千元最早可以在7月16日领取 不过用八达通的市民 就要在6月30日之前用完第一期 才可以拿第二期 4月16日消费券领取限期是9月30日 所以市民也不需要太过心急 应该都有足够的时间给市民领取 政府星期日也会发放公共交通津贴 市民如果用八达通未必可以全数领取第一期消费券 每一张八达通的处籍限額现时是三千元的 假设如果那个市民他将八达通本身是没有钱 他可以拿到交进二百元的话 他当日拍卡他就会先拍到交进二百元 预下二千八百元的余额 就会拿到我们那个消费券的二千八百元 他又提醒市民要確保拿消费券的八达通已经向政府登记 如果用其余五款的支付工具 电子钱包已经启动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规管劏房租金加福的劏房租务管制条例 近年初生效以来 当局识别出一千五百多宗的为例个案 三宗成功定罪 有立法会议员就質疑阻吓力不够 政府说截至上月底一千五百多宗 违反劏房租务管制条例个案 大约九成七由政府主动识别 但是至今正是成功检控三宗个案 其中一个业主上个月被判罚近两万元 看检控数字来说 就觉得那个条例的锁下力是否不够 夏宝龙主任都来了香港 其实高别劏房也是当时提出 这个劏房租管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如果我们提出检控的话 我们都要去到一个有相应的检控门栏 也有一半的个案 大概有七八八十八宗的个案 其实我们在过去征春在律政司的意见 律政司的意见都认为 我们发出的警告信 已经是可以有座下作用了 另外立法会早前通过 超过149亿的第一批简约公屋撥款 局方当时初步估算 六成的建筑及屋与装备工程 属于可重用价值 当局最新答复就说 目前估算言之过早 我不明白为什么时隔一个月 同一条问题的答案变了 设计建造合约 现在的标书在筹备中 应该大概七月左右会招标 到时请到哪个承建商 他会整个设计建造一拼去做 所以如果说一个是实质 有多少是重用的话 就真的要视乎当时可以得到 这个标书的设计团队的设计 政府亦都为轮后公屋 三年以上的合资格人士 推出现金津贴事行计划 截至二月底批出百万多宗申请 凡方大约27亿 对会不会延长计划就此开放态度 母亲烈士记者 泽远文报道 行政长官尼加超述 令立法会议员去到大湾区考察 据了解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出发 议员下个星期五 内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起程 为期四日 第一站会先到深圳 第二日会分两批前往东莞和佛山 最后一日再会合去到广州考察 国际消息 美国机密文件外涉 联邦调查局抓了一个男人 他提属空军国民警卫队 首后会在邦士顿联邦法院提堂 司法部说将会以间谍法中 非法转移基密资讯的罪名起诉他 涉嫌泄露机密文件的21岁男子特謝拉 星期四在位于美国马萨珠塞州东南部 北戴顿的御所外 被联邦调查局和特总部队人员压送离开 期间并没有反抗 根据记录 特謝拉19年加入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 在马萨珠塞州一个基地服役 上年7月获晋星唯一等兵 是一名电脑专家 负责维护军队的智能传输系统 美国空军官方网站说 智能传输系统人员负责操作空军 连接国内外部队的旁大全球通讯网络 有国防官员说 相关工作可能涵盖维修美国本土网络中心 或者在海外设施的光纤通讯系统 美联社引述国防官员说 特謝拉因为工作需要 有较高的权限进入电脑系统 据报特謝拉在社交媒体 主持一个以枪械爱好者为主 有20多名成员的聊天群组 成为机密文件的泄露源头 有群组成员向华盛顿邮报披露 一名代号OG的男子声称自己在军事基地工作 可以接触大量机密资讯 他不满政府尤其执法部门和情报机关 报导说他早在去年开始 上载拍摄的机密文件到网上频道 群组曾经浏览多达300幅机密档案图片 比外界推断的外市文件数量多出大约两倍 有前司法部国安检察官说 即使特謝拉无意造成伤害 仍可以面临多达10年的监禁 纽约时报更加分析 或在间谍法之下 未经受权转移 保存或散发国防机密信息 每泄露一份文件都会构成一项控罪 每项控罪最高可以判监10年 国防部长奥斯丁说 部门正评估和减轻文件泄露造成的伤害 对于外界关注 为什么年轻士兵有机会接触高度机密的文件 国防部发言人说 信任年轻士兵去军队的本质 包括被年轻士兵带领军队打仗 有分析就认为 可能源于美国国防部政策 向大批军方人员 文职人员和承包商 发出高度机密安全许可 容许他们接触相关机密资讯 无线电视记者韩英桥报道 日本政府批准大阪 在全国第一个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 预计最快2029年秋季开业 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大约300亿港元 由大阪府和大阪市提出打造 设有赌场的综合度假村 将会建于大阪湾内的孟州人工岛 占地超过49万平方米 由美国大型博彩企业美高媒 和日本企业成立的合资公司负责管理 除了赌场 还有酒店、商场、国际会议场地等设施 初期投资额超过1万亿日元 估计每年可以从国内外 吸引大约2000万人次入场 每年带来5200亿日元收入 折合大约308亿港元 当中八成收益都是来自博彩 项目亦估计为关西地区 每年带来超过1.1万亿日元的经济效益 相当于670多亿港元 大阪当局力增在2029年下半年开业 日本政府星期五在专责会议上批准这个项目 并向全球各地宣扬日本的魅力 日本过往禁止开设赌场 但当地2018年通过法案 容许获政府批准的场所提供博彩娱乐 以吸引旅客到访 但地区仍然有不少反对声音 担心赌博承引和治安恶化问题 所以赌场仍需要经过政府审查和发牌后 才能开业 无线电视机在梁永山报导 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报导 内地五一架旗就到 国内游的订单是去年超过8倍 解放军持续在台岛周边演练 多本战机参与实战化演练 回来新闻时间 跟进一下中国新闻 内地多个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架旗订单量 是五年来同一长假入面最多 其中国内的旅游订单 是去年超过8倍 出境游方面 香港和澳门都打入十大业门目的地 还有十几天就是内地五一架旗 内地传媒报道 旅游业史度明显复苏 五一架旗国内旅游相关订单 次至星期一 已经比2019年同期多大约2倍 内地多个旅游平台 近日也公布数据 说和去年相比 民众出门意欲大幅提升 其中国内旅游订单 是去年的超过8倍 当中6成以上属于长途旅游 还有房价上面都比去年要好很多 出境游也都大受欢迎 有平台说境外游的产品 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8倍 目的地方面 香港和澳门都是十大热门之一 相比于今个月初 在清明节假期之前 五一假期赴港旅游订单多超过2倍 其中旅行团订单更增长7.2倍 五一长假期第一日 即是今个月29日出发的火车飞 星期六就会开售 国家民旅报星期四表示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 已经到达预定高峰 民众旅游需求预料会强劲释放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尔报道 福建海事局近日公布 未来星期日有火箭的残骸坠落东海 不受影响范围包括台北北面海域 不是北京外交部等部门说 设置禁飞区的说法不准确 针对此次航天活动发布的预告和通告 包含了可能影响的空域范围 我注意到前期有报道指出 说中方划设了禁飞区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相关空中交通服务部门 应当据此采取措施 保障飞行安全 不另外 国台办亦都重申 有关的做法是保障飞行安全 负责任的惯常做法 批评民进党就此提出抗议 是为了一己之私 歪曲事实 企图升高两岸的对立 解放军东部战区 电机接斗命令后前往指定空域 进行精准打击等的演练 而在华东一个机场 多架轮轮轮炸机连续升空 展开跨就夜飞行训练 拦截空中目标 全面检验了部队 快速反应 协同杀伤 精准致敌等能力 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确保随时拉得出 上得去 打得应 另外央视报导 新疆军区在天山完成 地对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 把机以低空 超低空飞行方式避开雷达搜索 防空部队锁定目标之后发射导弹 部队旗后转到另一阵地 构建防空火力网 抵约第二波攻击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导 内地航天科研团队说 中国太空站内 为航天员创造适宜生活条件的系统 以由補吸式转为再生式 而被航天员长时间载轨所需的物资 大减近九成 中国太空站建造至今两年多 各项系统和技术逐步成熟 星期四在黑龙江哈尔斌举行的 全国载人航天环境控制 与生命保障技术大会上 就公布太空站内相关系统 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曾经两度升空的 神舟十五号 致令奖费进龙 就说见证技术进步 相比十四年前 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 这次在中国空间站里 我亲身感受 见证了管控声宝技术 从非再生到再生的不断进步 现时中国太空站通过物理和化学方式 循环利用和再生水 以及氧气等航天员维生所需 其中氧气资源已经达到百分之百再生 水资源就有九成半以上 专家又说未来在深空探测任务中 如何利用月球、火星上的资源 这行系统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看财经消息 看看港股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收市报 20438点升94点 总成交超过1083亿 欧洲股市 倫敦富士100指数升50点 巴黎Cat指数升38点 德国Dex指数升79点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东北亚局势紧张之際 俄军宣布太平洋舰队全体进入最高级别备战状态 第二阶段是进入全面战斗准备状态 第二阶段是完成部队由上柱基地到作战训练区域的部署和展开 最后一个阶段是执行作战训练任务 兆伊古说演习是无意阻止敌人登陆南千岛群岛 即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和薩哈林岛 日方传媒说俄方的举动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到访北爱尔兰 下机时将来到接机的英国首相申伟城推开 并且与旁边的军官交谈 被质疑是否不认得申伟城 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 星期二上演尴尬一幕 到访当地的美国总统拜登 获英国首相申伟城亲自到机场迎接 但拜登下机后只是与申伟城简单打招呼 就将对方退开 转为同一旁身着军服的英皇查理斯三世代表 麦科克尔敬礼和问候 并向麦科克尔介绍同行的官员和妻儿 其间申伟城站在一边近20秒 拜登之后才揽向申伟城的肩膀 介绍他和徐行人士打招呼 不过拜登自己就走向其他人 令申伟城一度要转身跟上他 但仍未获理会 和对申伟城的态度不同 美国驻英大使哈特利 就获得拜登一个大大的拥抱 拜登的做法令外界质疑 他是不是不认得申伟城 美国新闻周刊分析 这种可能性不大 说两人不够一个月前才见过面 又说在拜登出仓后 申伟城有走向前迎接的动作 英国每日郵报引述肢体预言专家猜测 会不会是申伟城当天戴眼镜 令拜登认不到他 说拜登推开对方的手有力 而且有方向变化 似乎想令对方让开 当申伟城想和他交谈的时候 拜登的表情亦发生变化 并停止微笑 两人第二天一起喝茶的时候 拜登的态度亦都很疏远 似乎是避免和申伟城交谈 以及眼神肢体接触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 回来本港 当两个人确诊感染类被追 其中一个人偎台 一个66岁女人住在柴湾 本身患糖尿病 礼拜一在家神智不清 送到东区医院急诊室 同日入住心慈治疗部 血液样本经化验 证实是对类鼻椎菌情仰性 而另一宗个案 74岁的男患者住在深水埗 患有柏金顺症 2月中开始咳和带痰 今个月初去到明爱医院复诊的时候 採集了痰液样本 前日化验倒对带类鼻椎菌 他昨日入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本港今年至今 6宗类被追 去年全年有46宗 有30宗由8月开始发现 亦住在深水埗区 航运业界人手不够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 基管局年中会完成人力调查 提供部分解决方法 疫情之后 航运价人手不足 令恢复运力受阻 业界要求放宽输入外劳 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上 有议员询问政府如何解决 基管局也做了一个人力调查 现在已经到最后的阶段 我们也和基管局 也和机场 我们的社区 就着这方面 我们正在想一些方案 希望能够在最前年中之前 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些方案 就住在人手短缺的问题 是有些方案 最低限度部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有不少议员关注 多条港外线道论 申请加价四成半至到一倍 认为幅度太大 要求政府设限 来到居民来说 当中平州、长州、南丫岛这些居民 其实是无法选择的 他无法游泳回家 局方究竟有什么机制 去限制他们的家福 那些公交服务 其实它的背景和历史 都会有些不同 我未必能够有一个 譬如说一个单一的安排 是否可以 譬如说 杜伦和巴士 是同一个安排 这个未必做得到 我答应大家 我们一定做好 我们的把关工作 他又说 当局正是和杜伦公司 研究增加非票务收入 包括在码头增设便利店 速递柜等 无线电视记者 何曼君报道